2021年下半年以下这六种坑千万不能踩 穷人看好自己的钱包才最佳重要 告诉你社会的真相 来不及看完的记得点赞加收藏 接下来全是干货 圈个有用自媒体 第一少碰自媒体 我作为一名自媒体的资深创作者 我还是奉劝大家在2021年的时候少碰自媒体 更不要轻信那些网络达人 除非你真的是在某些方面是专业型的人才 我这样说并不是怕你赚钱 而是怕你浪费时间赚不到钱 那因为自媒体的春天已经过去了 大家知道现在某些大的自媒体平台 已经限制注册新会员了吗 那具体是哪一个平台我就不方便说了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这就只能说明平台现在已经不缺创作者了 反而是要淘汰掉更多的创作者 那因为现在创作者实在是太多了 那么请问你自己 在这个当下自媒体行业严重内卷化 作者多流量少的今天 你凭什么能够赚到钱呢 先扪心自问一下自己 第二少加盟连锁 想创业的朋友少去加盟连锁 不懂的行业千万不要贸然的进入 因为这个社会上最大的坑 其实就是加盟连锁 不管你信不信都好 大家是否还记得前段时间 奶茶加盟骗局的事情呢 明星代言的奶茶 但是其背后却是无数个家庭倾家当产 那因为他们从开始根本就没有想过 要让你赚钱 他们只想着如何去赚你的钱而已 我有一个在深圳做奶茶加盟连锁的朋友 他和我说过这样的一句话 那他说这个社会人傻钱多的人实在是太多了 你不赚他的钱 他的钱最后也会被别人所赚掉 那好好去体会一下这句话吧 第三少去借贷款 根据数据显示 现在90后人均负债12万元 负债总额接近22万亿元 中国1.71的90后当中 目前仅有13.4%的年轻人是零负债 有86.6%的人都是在使用信贷产品 而在这群使用信贷产品的年轻人当中 只有42.1%的年轻人能够在当月还清 超过半数以上的人 因为无法及时还清贷款 从而让自己背负债务 那生活当中 其实很多人的巨额债务 都是从小额借贷开始的 那当下经济不稳定 大家千万不要轻易的去借贷 不要给自己造成有钱的一种假象 那不然等待你的也只有无尽的坑 那因为很多人赚钱的能力 都是跟不上自己消费的能力 第四 少碰虚理币 虚理币会让你一夜暴富 也会让你一夜破产 那这个社会一切美好的骗局 看似都是真实的 那如果你不能看透事物的本质 你就会永远成为别人手中的韭菜 被割了一茬又一茬 还在深信其一夜暴富的神话 不要相信那些赚了钱的人 只要他们还在玩 那迟早一天都会还回去的 那因为他永远都不知道 这背后的财富真相 第五 少碰P2P理财 如果你真的想去投资理财的话 你可以选择一些正规合法的平台 比如像支付宝 微信 银行里面的理财产品 千万不要去亲信那些高回报率的P2P理财平台 前段时间 我财经大杯就是通过其所谓的理财平台 骗取了投资人六个多亿的财富 反过来 你要问自己一句话 为什么我要选择这样的平台呢 那肯定是高收益 高回报 蒙蔽了你的双眼 所以说天上是不会掉下馅饼的 往往大部分都是陷阱 第六不要亲信任何人 这个社会人性险恶 和你交心的不一定是朋友 也很有可能是敌人 有一句话说的很好 叫做害人之心不可有 防人之心不可无 特别是在2021年 赚钱不容易 大家都想去赚钱 那于是背后的坑就会有无数个 那所以在这个人性复杂的社会当中 你真的不能够亲信任何人 因为在利益的面前 朋友也会变成敌人 善良也会变得险恶 人和人之间一切都可以畅谈 那唯独一谈到涉及到钱财的时候 你就要三思而后细了 不然等待你的往往也会是坑 2021年下半年 经济不稳定 赚钱不容易 以上这六种坑千万不要踩 穷人看好自己的钱包才更加重要 那对此你又会怎么看呢 欢迎大家留言讨论 那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 下期再见